山苦瓜是降血糖 降血压的送品 这样吃实在是太简单 太养生了 可以中着吃 可以凉拌吃 大家好 我是巧娘 影片开始之前 先向大家汇报 我们昨天腌了一个晚上的小黄瓜 是什么样了呢 首先这个汤汁就是太诱人了 大家有个疑问说要放常温还是放冰箱 我是开着冷气放在常温 因为冰箱装不下了 如果你腌的少 你可以先三四个小时把糖化开 然后就放冰箱 腌时间久一点会更好吃 这又腌了一个晚上 小黄瓜已经完全入味 但是这个汤汁浇上一点会更好吃 看 真的很诱人 只是那么多才腌出一点点 嗯 好脆哦 好好吃哦 大家看这个时候的小黄瓜 已经跟昨天完全不一样了 周围完全是缩水了 已经完全入味了 你看 都很软软的了 再看旁边 皱褶都出来了 用筷子一夹就会流汁出来 因为我们先把黄瓜汁断干 现在稀饱的都是料汁 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 因为太好吃了 今天我又腌了马铃薯丝 非常的好吃 盖上盖 再腌一天 明天更好吃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苦瓜 今天会用山苦瓜和山鸡蛋 就用着这两种食材 山苦瓜可难洗了 比黄瓜难洗多了 因为山苦瓜的皮像蛤蟆皮 空空哇哇 所以同样的办法也是先放冰箱 拿出来让苦瓜出汗 再撒上干面粉 这个时候干面粉会在 这些缝隙里 粘住里面的虫卵 没有办法用手指 只能用牙刷 每一个部位都刷到 这个时候再加一点点水 千万不要全部加水下去 我昨天说那些错误的示范 把水加下去 加上一瓢面粉 再多的面粉也没有用 只有在蔬果出汗的时候 把面粉加下去 面粉就会粘服在蔬果的身上 才能把虫卵农药一次性粘连下来 像这样的苦瓜类更难洗 而且面粉粘进去 你必须用牙刷才能刷出来 也顺势把虫卵农药都刷出来了 你看这些面粉粘得很结实 只有这样里面的虫卵才会被粘下来 别看山苦瓜苦苦的也会有虫吃哦 山苦瓜对血糖高的人来说是胜品 虽然熟了的时候 种子是红色的很甜 但有降血压 降血糖的作用 大家一定要多多适应 水 这些还是洗不下来 可见虫卵有多结实 只有面粉才能把它粘下来 而我们也没办法洗 只能用牙刷 借助于其他的工具 才能清洗干净 因为今天我会粘拌苦瓜 还有一个苦瓜蒸蛋 如果大家方便 这些山苦瓜尽量采着吃 路边时常都会看到 但是野生的基本上 大家不嫌弯腰去采它 所以时常会看到爆掉 爆掉的时候就非常甜 小蚂蚁都在吃 自己种的大苦瓜还好洗一点 看 洗得非常干净 把苦瓜切成两半 这些种子要扣出来 这个小苦瓜很嫩 凉拌的就不用扣出来了 种子也可以吃 其实说苦瓜苦 我觉得也不苦 吃起来脆脆的很嫩 大家如果可以吃苦瓜 尽量的凉拌一点苦瓜吃 夏天特别的结束 特别的降火气 但是不易吃的太多 每天吃这样的小苦瓜 一到两个是可以 大苦瓜顶多吃一半就好 哎 切出这个形状 像台湾的图头 你看 好像特别特别像 我今天会做两种 一种是中苦瓜 一种是凉拌苦瓜 真的扣出来更像我们台湾的地图了 好可爱 小苦瓜很嫩软软的 我吃完就牙痛 还要切一个放中间 吃完啦 今天我这种做法 我今天详细教大家做这种苦瓜蒸蛋 也可以苦瓜蒸肉 再过年算一种大菜 这样做上去 来客人很上档次 请大家继续看下去 薄薄的片是旁边点缀 就这个形状摆起来差不多就好了 这就是大餐厅的前期摆盘 也就是备料 好了 漂亮 准备七只小虾 前面影片我有教过虾的处理 要用酒泡一下 这样虾就不腥了 用一块豆腐 根据盘子的大小 根据人口的多少 撒上一点盐 起到调味的作用 加上一颗蛋 按压丛林 这个食谱完全有助于血糖糕的人 我舅舅血糖糕 常年吃这个菜 加上金针菇 金针菇的量就是这一把的三分之一 不用太多 按压铺平 就可以摆上小苦瓜了 这些动作如果不看到家人做 凭空想象你是想象不出来的 每到过年的时候奶奶都会做大菜 照顾客人 我就喜欢在旁边看 这些土鸡蛋比较小颗 用鹌鹑蛋也可以 每一个都摆上一只虾 我们小时候有一种瓜叫香肉 我在台湾没看到那种瓜 每到夏天奶奶会用那个瓜来这样蒸给我们吃 为什么要这样蒸 就是小孩子多嘛 家里六个小孩子就蒸六个 一回家每个人都挖到碗里去吃 刚好放学了也饿了 那个时候没有好东西吃 鸡蛋就算个好东西 晃到锅里开始蒸了 凉拌苦瓜我加了一点点盐软化 软化后加上一点蜂蜜 就会粘合的作用 血糖糕的人就不适合这样凉拌了 血糖糕的人可以加盐 加点香菜凉拌吃 下去了 采了三个黄金百香果 都加下去 百香果品种有很多 这个就是黄金百香果 不会红但很甜 搅拌一下入味就好了 这样凉拌非常的简单 加上六颗大櫻桃 把籽挖出来 主要用里面的颜色 给苦瓜上色 因为很甜 也能盖住了苦瓜的苦味 在我们家乡这个时候是櫻桃季节 会拼命的吃櫻桃来凉拌 现在已经蒸了十分钟 短短的已经熟了 凉拌苦瓜的种子就可以吃 因为小苦瓜很嫩 好吃脆脆的 先盖起来 放冰箱腌到晚上再吃 我是完全按我奶奶 过年做大菜的程序告诉大家 这些动作你可以减免 我这是点的酱油糕 给小孩子一人分一个 以前奶奶就是这样 我都展示给大家看我们小时候的生活 看挖起来短短 豆腐鸡蛋还有金针菇 这三种加起来都非常粘合 所以种起来特别的秋毯好吃 加点调味料更好吃 我是家的万用辣椒酱 你可以按你自己的口味加调料 有蛋有虾有苦瓜 一口下去营养全够 如果怕鸡蛋黄的人 可以不吃鸡蛋黄 把鸡蛋黄放一边 可以把豆腐装下去 也可以装上其他的菜都很好吃 也可以装上米饭 这样的吃法真的非常养生 如果你没有小苦瓜 你可以用大苦瓜来装 装出来真的一点都不苦 如果小朋友不想吃苦瓜 光吃豆腐和金针菇鸡蛋装出来 这一口也非常的好吃 我锅底下还种了豆角 豆角结的不多 每天都可以采几根吃 还种了马铃薯 这都是我奶奶 在我小的时候都这样 都说有奶奶的味道 有妈妈的味道 现在想这样吃很养生 影片快结束的时候 想起我腌的苦瓜 先打开给大家看 不然要明天才给你们看 哇 很漂亮 颜色全部上去了 我小时候就看颜色吃饭 只要颜色漂亮我就吃 所以我妈都说 被我奶奶宠坏了 哇 脆脆的 很甜 很好吃 喝一口汤汁 汤汁真漂亮 汤汁甜甜的味道 放冰箱继续腌 明天再吃 喜欢弯弯的 可以继续留下来看 十万就是这样 永远都不闲着 知道十万的人越来越多了 十万的身价也在升高 到底有何取何从 你看它多精 会剪下边那个嫩的地方吃 十万下去了 在上面拉大便怎么办 这两个小的最乖了 每天不空不生 好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夏天火气大 大家要多多吃苦瓜哦 再见咯 再见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